甲语 甄言 作者 杭泰 播讲 夏秋年 词评的奇遇 詹德奎自己都忘了 这只杨词评是怎么来的了 试过几十年谁还记得呀 当年詹德奎还是红卫兵呢 不过他不属于那些乱造反的 不懂事的中学生 他当初已经上了大学 有自己的理想 他父亲在军队里地位比较高 所以对运动的走向有许多内部消息 当时提出要破四旧 上头有意要那些旧社会的资本家 旧官僚 甚至满清的遗老遗少等等 首当其冲 詹德奎领着他的一队人 在北京东城区下手 抄了好几十家上述的那些人家 刚刚开始 他对那些人家奢侈的生活方式感到惊讶 对他们房间里的布置印象极深 他记得心里觉得愤愤不平 立刻火冒三丈 恨不得都给砸烂了才解恨呢 那时候抄出来的瓶瓶罐罐才多呢 他还记得有个老头子 指着他手里拿的一只很旧的碗 说什么那是价值连城的古丸 说是什么宋词 他连理都不理 一下子就摔在阳灰地上 那老头还在啰嗦 他伸手就打了那老东西一巴掌 心想 你这老地主 不打死你就算好了 试过几十年 他的想法变了 变得成熟了 现在想起来觉得当初真不懂事 要是把那些东西都留下 现在同国外市场挂上钩 说不定真能赚上一大笔呢 这只杨瓷瓶 他模模糊糊记得 好像是从一个什么杨买伴家里抄来的 这个买伴单身一人 家属都在国外 他当时已经七十多岁 早退休了 过去好像是给英国一家旅游公司 通缉龙当买伴 詹德奎记得 他对瓷瓶上的画很感兴趣 据说那是亨利八市 在伦敦附近的王公后花园 瓷瓶不大 但色彩很和谐雅致 当时把抄家的东西都集中堆在一个教堂里 他想留着这个瓶子回家再看看 然后再送到教堂去 后来不知怎么就忘了 一留留了几十年 现在那买伴一家子早都没有了 这次是因为要搬家 他儿子从一堆旧东西里 把这瓶子翻了出来 几十年过去了 他现在看看瓶子上的画 仍然觉得很不错 一看能看很久 改革开放以来 詹德奎父子在某某大院颇有名气 因为他们父子俩会动脑筋 会做生意 几年功夫 已经能称得上是大款了 詹德奎的儿子叫詹永格 他是八十年代初 公费到英国去留学的 那时留学生并不多 他的同学中有好几个都借着同英国人结婚留下不回国了 詹永格可不愿这么干 虽然他有些英国朋友 但却没有什么人他看得上 他才不愿意为了一张拘留证出卖自己的感情呢 再说他已经看出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潜力 他想回去大干他一番 他学的是西方经济 这正好用得上 他教的几个英国朋友家里都是有点钱的 对古玩小摆设等等都精通的很 有几个家里就是在伦敦邦德街上开古董店的 詹永格回国后就开始买卖古董和工艺美术品 这种小买小卖和他老子詹德奎一比就差远了 因为詹德奎原先是军队出身 关系都是军队里的 尤其是国防工业 那和外国订一次合同 回扣就上百万 改革开放了几年 他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 看来现在这大院里的事还真少不了他了 况且做古董生意的还不止詹永格一家 隔壁楼里某某手掌的儿子小彤也是干这一行的 他是专跑美国 主要在纽约 波士顿 有时也去西岸 旧金山 西雅图等地 他专搞绘画 到底美国有钱人多 他的生意很兴旺 利润比詹永格高得多 钱一多手就松 小彤常从国外买些高价的古董小玩意儿回来 有的一件就是几万人民币 他妈妈有时看不惯 老太太还是从前的眼光 说他买这些没用的东西糟蹋钱 他听了笑笑 心想你懂什么 别看东西小 倒手一卖 没准还能赚呢 不过这点小钱他根本不在乎 摆在家里玩玩也是好的 詹永格因为生意关系来来往往的英国朋友很多 现在他已搬好了家 他父亲住两套单元 他自己住一套 这层楼都是他们的 这些新盖的高级单元楼质量都不错 房间又大 詹永格很得意 很愿意向外国朋友显示一番 他从国外买来的一些小摆设古董也是参观的一个项目 那天又来了三个英国朋友 他们的父母都是搞古董行业的 其中有一位家庭的古董买卖相当大 在法国和瑞士都有分行 他忽然看见詹永格他爸爸的那个瓷瓶 一下子就被吸引过去 左看右看 还问詹永格能不能拿起来看看 詹永格说当然可以 心想这瓶子有什么好 过去爸爸放在一只旧箱子里早都忘了 只是搬家的时候才翻出来的 可是据这位英国朋友说 这瓶子很值钱 看样子是19世纪40年代的东西 而且他立刻说他肯出一千英镑收购 詹永格可不是傻子 他一听说这值钱 而且那人一开口就是一千英镑 他立刻就装作不肯出售的样子说 那瓶子是我父亲的东西 他对这东西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似乎是生活中某一个阶段的象征 恐怕他不愿出卖 那英国人一听就知道他是要加价 于是就说一千五百英镑总可以了吧 詹永格想也别太贪心错过了机会 就说两千英镑我替父亲做主忍痛割爱 看在朋友的面子上 那英国人立刻答应 马上成交 可是等詹德奎回家知道这件事之后 竟然大发雷霆 为什么不经他的同意就擅自出卖不是自己的东西 詹德奎的意思儿子当然明白 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父亲对这个瓶子这么重视 两千英镑卖这么一个瓶子 谁见了都会说是好价钱的吗 他父亲詹德奎接着又说 今后不准你再干这种不三不四跑单帮的事儿 去找一个正正经典的职业 整天跑英国做这种小生意也不嫌害臊 最近听说像你们这种跑单帮的被英国海关抓住 不但东西全部没收还上了黑名单 以后连签证都不发了 我看你还是趁早别干了 免得给咱们中国人丢脸 你要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我再替你想办法在我们的进出口部门找点事儿做 可是我对军火一点不感兴趣 什么感兴趣不感兴趣 去英国喝了几年羊墨水 个人主义就膨胀的这么厉害 一来就是我感兴趣 为国家赚钱 什么感兴趣不感兴趣 你给我滚出去 再说我真要发火了 其实詹德奎不必发这么大的火 詹勇格很聪明 人缘又好 找个事儿并不难 可这年头 年轻人最喜欢的是工资挣得多 又得有常常出国的机会 这种美差事就不多了 而詹勇格却运气好 他有一位英国朋友的父亲已经看中了他 想请他做他们公司在北京分公司的总管 也就是分公司的总经理 月薪1000英镑 外加国外开销补助费500英镑 所以每月工资是1500英镑 要合人民币那就上万了 他的职务无非也就是给公司拉点买卖 组织一些大款去各处旅游 据说这个英国的旅游公司是全世界第一家 是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 詹勇格做这个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 他的英文讲得好 又是北京土生土长 各种关系都有 认识的大款又多 所以很快就上任了 这回詹德奎还算满意 儿子总算找到了一个美差 几个月之后 有一天詹勇格和隔壁楼里的小童 一起在外面吃晚饭 小童刚从纽约回来 据他说 他这回带来不少好东西 要詹勇格吃完饭到他家去看看 詹勇格现在虽然不干古董这一行了 可是对好玩意儿到底还是喜欢 他也真想看看 小童又吹嘘说 他这次赚了一大笔 光几个鼻烟壶就赚了近一万美金 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景泰兰的手镯了 什么玛瑙戒指了等等 他买来的东西里头 有油画 石雕像 铜头像等等 詹勇格忽然看见一对瓷瓶愣住了 他指着其中一个瓶子还没说话 小童就开口了 你眼光不错 这一对瓶子花了我好几万美金呢 据说这是英国一家旅游公司在1841年开张时办公室里的摆设 原先丢了一只 说是老板送给一个当时的中国买办的 也不知怎么搞的 自从中国一开放 有个英国佬又从中国把它买回英国凑成了原来的一对 詹勇格说 我跟你买下这对瓶子行不行 你要多少价钱 小童看见勇格认真要买就笑笑说 你要真想要就拿走吧 我也不问你要钱 你先摆着 等我要卖再问你要 咱哥们这点交情还没有吗 詹德奎在他儿子的办公室里 看见这一对瓶子一下子愣住了 他儿子原原本本把这瓶子的奇遇讲给他爹听 但他却不知道这瓶子到他爸爸家以前的那段历史 他很得意的说 这就叫物归原主 你说是不是 他儿子工作的旅游公司 原来有个中国名字叫通济龙 全文完